基隆一名国小代课老师因为学生美劳作品不符合要求 把他成绩打了60分 家长很不满跑到学校抗议认为老师不适任 还表示呢自己在基隆市府工作 连市长林又昌都要叫他阿贝 不过市府就澄清了说市长的阿贝早就过世了 为了鼓励学生全体同学成绩将会统一开根号乘以10 缩小差异 脸书贴文上写着学校需要的不是专业的老师 而是能对家长百依百顺的老师 会这么气全是因为学生的美术成绩 他打了60分遭到家长抗议 发文引发争议外界评价不一 有人认为女老师发文只是在博眼球蹭热度 事情发生在基隆某间国小一名代课老师 要求学生画出至少三个颜色 或者设计原住民图腾的头饰 但学生没依规定画出还不愿意调整 只好给刚好及格的60分 家长得之后活大认为老师不适任 要求校长介入 还呛说自己在市府工作 连市长都要叫他一句阿贝 我小的学生是鼓励为性子 因为他分数可能之前拿捏 因为也没有人告诉他 我们应该要去做一个强化的动作 你一旦改了这个分数 是不是对其他认真的孩子不公平 不应该去讲这样子的一个话语 市府也紧急发出声明回应 不变更名次 所有人原成绩开根号成时 缩小分数的差异 虽然能鼓励学生 避免影响未来的学习兴趣 另外也强调市长没有亲戚在市府任职 而且阿贝已经过世 调整后原本的60分 向上变成77分起跳 虽然出发点是为了孩子 但这场分数风暴意外引出阿贝风波 市府明快出手迅速澄清 就有蔡志恒进行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